好 教育当然希望说可以打破贫富或者是阶级 不过是吗 我们看到东京大学有一份最新的调查 就说他们的新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是来自东京或是关东的一些私立名校 2021年的调查 1500多名学生当中 他们的家庭年收入有超过一半破950万日元 也就是新台币大约198万 另外我们看到在美国长春藤的名校 同样说平均有六名学生 就有一个人他们的家庭是居全美收入排行 最有钱的那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呢 没有钱的人是不是就不容易来念这些学校呢 甚至有哈佛教授直言说 长春等学校为什么没有低收入的学生 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 因为校友跟金主的子女录取更有利 其实这样的线上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发现 我们看到在南韩最近有一个争议 那就是有很多的医生超过6000人 他们来罢工 原因就是不满说政府宣布 要让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增加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医生这样的职业是呛破头的 有很多家长甚至让小朋友在小学 就开始朝这方面来补习 这是南韩首尔大志动一间补习班的课表 上课的是小学生 内容却是国中二年级的课程 这就是所谓的小学一大班 从小开始准备医科大学入学考试 大志动的补习学生说 小学一大班的课程几年前就开始兴起 像这样的小学一大班 也收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随着南韩政府宣布 明年起增加两千名医学生名额 以补足一届人力需求 有分析认为 补习班的小学一大班 有机会在首尔以外地区盛行 南韩家长旺子成龙 从小栽培小孩当医生 主要就是因为医生社经地位高 薪资收入又丰厚 以2020年为基准 南韩医生年收入达到19万2749美元 在OECD成员国当中排名第一 与十年前的2010年相比激增了42% 国内 다른 업종과 비교해도 医生的 소득이 압도적입니다 国内的医生、韩医生、 치과医生等 医生的医生平均收入 2021年基準2억6千9百万원 또 다른 대표적 전문직인 변호사업1억1500万원의 2倍가 넘습니다 以2021年综合所得税申报资料来看 南韩平均收入排名前20的行业中 医疗行业就占了16个 但义大教授认为 假使人人都想当医生 对于国家未来发展并不是好事 虽然想报考医科的人多 在已开发国家中 南韩医生数量与人口比例却是最低 2022年的医师比例为每千人2.6名医师 远低于OECD成员国 每千人3.7名医师的平均值 南韩政府讨论许久 好不容易定案扩照医学院新生 从现行的三千零五十八人增加到五千零五十八人 增幅约百分之六十五 目标在2035年之前增加一万名医生 民调显示 约百分之七十六的南韩民众支持医学院扩招 但医界批评 这将导致健保体系崩坏 强烈反对 南韩迈向超高龄化 若政府与医界没有取得共事增加人手 未来的医疗服务品质将深受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观众朋友你有听过 年轻机型金钱机型症这样的称呼吗 因为呢就美国调查说 年收入啊有一群人 他们明明已经超过17.5万美元了 这是纳税人前百分之十哦 可是他们永远觉得不够用 所以呢就说他们这叫做金钱的机型症 因为他们对于自身的财产认知和现实不符 所以都会导致他们在财务决定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糟糕的情况了 那尤其呢是社群媒体 可能就是元凶 因为他们可能会看了社群媒体之后 向往自由奢华的生活方式 导致他们和现实的生活脱节 我们就看到历世代的社群媒体可行度啊 有一根调查显示说呢 像是呢 YouTube相对来说可能还比较高一些 可是FB呢抖音都是相对排名是比较低的 所以也导致说很多的年轻人即便赚了再多钱 但永远觉得不如自己的预期 好那说到社群媒体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 叫做FOMO 他的意思呢是说有些人他们会错过了一些事情 然后觉得因此有点焦虑的 所以要学习怎么样达到JOMO 这个意思是指说鼓励他们活在当下享受错过的乐趣 那要怎么达到呢 我们就看到呢2021年有一个实验呢 是FB IG同时已经被瘫痪了好几个小时 没有想到人们反而是觉得更轻松快乐的 这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你要培养JOMO这样的态度呢 就是要制定一些自我充电的计划 主动的远离社群让你的数位可以排毒 简单来说就是把时间留给自己 而不是呢把时间留给别人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好所以现在是不是鼓励大家尽量少用手机呢 我们就看到欧美呢现在校园说是要禁止小朋友 带手机进入到学校里头 不过台湾的教育部呢并没有明文的制定 要学校多多宣导 就是他平常是充iPad的充电车 但他会有一些空间 那他就可以兼用 类似我们讲的所谓的养机场 就是斑斑有平板的政策下 特别设立的充电箱 若课堂没有使用平板就会聚集在这 但他还衍生出另一个功能 成了学生手机的集中区域 也被称为养机场 以北市大家国小为例的话 如果要带手机来学校 必须要先经过申请并且说明缘由 而且一到学校就要把手机放进这个充电箱里面 等到放学才能够领取 也就是在课堂期间是完全禁止使用 因为老师必须管理全班的同学 那如果学生带手机来有做其他的用途 可能老师在管理上面也会比较有困难 二方面学生因为有手机 可能在学习上面会比较分型 虽然申请带手机入校的比例不到一成 每班大约五位以内 但是连国小都要开始约束手机在校园内的规范 就是因为手机拥有者的年龄层不断往下降 根据儿福联盟2019年的统计 平均10.1岁就会拿到第一只手机 接着经历疫情更仰赖线上学习 联盟预估儿少游手机的普及率会更提升 随随随着想要看手机 看社群 看动态 所以这种所谓的FOMO的现象 也就会导致孩子常处在一种焦虑 不安 几个同学嫁住另外一个同学 去偷拍他的私密处 或者说把他的裤子脱下来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在校园当中 这种基于一个性的恶作剧 然后透过手机平台这样的影片的转发 或是群组的转发 导致一种所谓的网络霸凌的情况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国中小校园蛮常看见的 在国小这个阶段 其实孩子的自制力是正在培养的 那对他们来说 其实手机是一个非常有高度诱惑力的一个玩具 他们的观念或者说态度还未必很成熟 所以带来学校也有可能会有些不必要的纠纷 上课时偷偷用手机 不但学生注意力不集中也更沉迷 甚至校园内偷拍同学照片影片上传社群媒体 这种衍生出更多争议的事件不断上演 手机管理成为校方课题 根据108年教育部所颁布的高级中等以下校园 行动载具实用原则 除了老师引导学习或紧急必要联系 其余时间需要关机 学生若使用于学习无关的活动应于已必要管理 简单来说并无完全禁止带手机入校 教局这边也是希望说手机它是带来学校是有管理的 原则上我们都是走人性化的管理 学生只要有这个使用上面的需求 对家长是同意的 但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报告指出 过度使用手机会导致教育成绩下滑 对于儿童情绪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显示数位科技与学生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 法国早在2018年就已经禁止中小学学生在校园内用手机 美国佛罗里达州在7月通过法律 要求全州公立学校禁止学生在课堂间使用手机 随后英国在10月宣布建议学校禁止使用手机 荷兰则是预计在2024年跟进实施手机禁令 学校的师生之间怎么去共同约定一个上网的安全守则 那譬如说在学校老师可以带你班上同学一起来讨论 透过班会的方式来讨论 我们怎么定一个全班上网的公约 包括上网的时间 什么时候可以拿手机出来 很多的事情我们直接做禁止 其实没有什么效益 那禁止到最后就是我就是想用嘛 那所以最后他来跟你玩捉迷藏 并不见得一定要去主张禁止带到学校 但是带到学校之后 什么时候如何使用 以及使用手机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规范 手机不单单只是联系 有时还能变身成学习工具 专家认为手机进校园根本挡不住 训练网络素养媒体试读 培养用手机的正确时间性 从小扎根或许更为重要 TBS新闻李恩智 陈建民就学台语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